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说电影 今天喵妹给大家分享一个荒诞不惊的故事 把外婆放进冰箱 小雅开了一家文物修复公司 可是公司若不付出 政府还欠她一大笔钱 只能靠外婆的退休金维持着 终于有一天小雅快撑不下去了 她拿着一瓶喷雾到博物馆 要回到一幅艺术画作 以此来吸引媒体的注意 逼迫政府归还欠款 然而一通电话打断了小雅群情激愤的演讲 她的外婆即将去世了 要见她最后一面 小雅回到加州 此时外婆对死亡已经无所畏惧 只是怕离开后 外兄弟的公司会破产 正说着想吃一碗牛肉汤面 小雅刚转过头 外婆就撒手人寰了 在同事的怂恿下 为了外婆的退休金 小雅决定让她放进冰箱冷冻起来 等过几个月 政府把欠款还了 再向外婆入土为安 第二天 小雅去到政府部门要求签字审批还款 部门主管就要求她贿赂半套房子的装修费 这被正在查脱税漏税的税务警察 赛门抓了个正着 眼前签字就要成功 却被人搞了破坏 幸福的小雅一把将赛门推下了楼梯 事后面对赛门的起诉书 小雅来到病房解释试音 门外 十分关心赛门感情生活的警察同僚 以为小雅喜欢上了她 就想尽一切办法撮合他们两个 将小雅外婆的退休金 异常案件交给了赛门去调查 听到警察敲门的小雅异常紧张 怕被发现藏匿起来的外婆尸体 而赛门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也大脑一片空白 两人小心翼翼的试探 还好最后小雅无事 但是同事们却觉得 赛门做的不对 应该约小雅出来吃饭 而此时小雅和同事们怕事情败了 决定将外婆解冻入土为安 赛门的突然上门 让三人吓了一跳 虽然看见小雅外婆 跟两个同事打牌时一声不吭 头上还冒着冷气 赛门觉得有些奇怪 但她还是将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 小雅一听到约会二字 立即有了逃脱的理由 拉着赛门就往外走 半晚小雅被送到家中时 发现停电了 而同事们也有急事 又将外婆放回了冰箱里 更想不到的是 赛门第一反应 是将冰箱里的东西抢救出来 小雅不得已使出美人计 才让她停止搬着冰箱 这让赛门觉得小雅爱上了她 实际上小雅对她一点感觉也没有 只好假装自己有精神分裂 在高档西餐厅大闹一场 想让赛门主动放弃 原以为事情即将平静下来 小雅和同事们准备向外婆运出去 解冻 邻居老头子挡住了他们去路 说自己观察了三天 小雅外婆没出过门 如果今晚还见不到她 就会报警 无奈之下 小雅只好化妆成外婆 跟老头子见了一面 没想到老头子说 自己的老婆已经去世 他们可以在一起了 小雅当然不可能答应 刚将老头子赶跑 赛门又找到了门 她说知道小雅是假装的精神分裂 以为这是一场考验 但她不会放弃 会一直把小雅放在心上 听见这些话 小雅很开心 她卸下装正式与赛门确定了关系 紧接着两人抛开一切 环游了几个月 小雅因此怀上了孩子 这时候小雅才想起外婆尸体的事 连忙趁着赛门执行任务 和同事将外婆运出去解冻 出门前老头子再次出现 要见外婆一面 不胜其烦的小雅 让她在原地等候 说过一会儿外婆会经过这里 到了半路 三人却被正在查案的警察拦了下来 尽管是自己的女朋友 赛门也没有偏思 命令手下打开车厢门 想不到的是 里面空空入夜 三人想起路上颠簸了一下 外婆就在那个时候被抛了出去 顺着下坡一直往前走 老头子如期见到了 坐在轮椅上的外婆 并追了出去 跟到树林里却发现她早已去世 一时心脏病发 昏死了过去 两个同事也找到了他们 刚要将老头子的尸体拖走 却发现外婆再一次不见了 小雅回到家中 发现外婆安然无恙的躺在床上 原来赛门早就知道了她的秘密 这次她为了两人的孩子 将外婆偷了回来 最后几个人将老头子安葬好 赛门想到养孩子花费巨大 与小雅再次打起来 外婆退休金的主意 故事到此结束 将尸体放进冰箱的桥段 在电影里并不少见 不过能拍成一部喜剧片 确实有一些新意 故事本身也十分完整 只是可怜了外婆 三世之后还要这样被捉腾 好了 今天表辈就说到这里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哦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 不妨多做点赞或是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啊